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9日星期一的104场英科专题研习 我是Astor陈宇提,先带大家看看市况 看到今天港股是高开低走 行指在高开21点后,船只将升幅扩大到最多335点 但午后后不计又跌过194点 最终收报19352点,跌了97点,跌0.5% 另外在国资方面,收报6640点,跌了30点,跌0.5% 科资收报4125点,跌了24点,跌0.6% 而大涉成价金额方面,有107亿元 如果看板块的表现,就会看到今天的豪赌股份集体受压 主要是澳门政府和6家博彩企业签署了批级合同 里面写明,承诺赌期要投资总额达到1188亿澳门元 当然会令豪赌股份被受压力 另外在教育股,就看到逆市强势的表现 新高教,诚实外,希望教育急升至1至1.5% 接下来就会进入我们的专题研习的环节 好,今集的专题研习是有partner的,非常好 我们今天要讲一下中国铁塔 不知道大家对中国铁塔的印象是如何? 是不是有些同僚们已经觉得它不存在? 很少有机会提起七八八 因为它最烈的时间确实不是在近期 如果早两三年的话,就会看到大家经常提起它 经常提起它 之前我们有提过中资点讯鼓的犯罪 其实我们也没有提起过这些 其实我自己本人是有提起过的,在你不在的时候 是这样的机会 但是我们再继续一下 最近,铁塔就搞了一个分析私检部会 主要是就着他们新签的五年协议给一些介绍的 五年协议是跟电信公司 他们签了一个新的五年的租约条款 他就说明那个协议内容是什么的细则 例如他就表明是会给额外百分之2.4的共同折扣 而他们自己也说了就是他们对公司 明年他们自己的表现预期 例如就说他们预期明年整体财务的影响可控 可控其实我觉得很可圈可点 但anyway,他说可控 展望明年总收入会有稳步的增长 但是稳步的增长也是一个单位数的下跌 另外也都推算他们的铁塔和室内分布系统的收入 是会有增长的 另外还有一个叫两翼业务 其实一边翼就是这个智联业务 另一边翼就是这个能源业务 相信这两翼这两个Wing都会有一个稳健的增长 再加上他们的经营杠杆和成本都预期得到控制 所以经营利益率应该都会偏向稳定 即是他们公司自己给的预期也算是理想的 即是乐观一点点 而外面的环境当中 市场当中 分析师或大行的分析预期是怎样呢? 就是比较两极 可以等一会再说是怎样两极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 铁塔一来就是那个股价 股价上的表现一直都不太好 嗯 那么很久之前的横行 就在1元的位置 嗯 自从它年初 还是年初左右的时候 还是年中的时候 即是股价不是太好的时候就跌穿了 那之后最低跌过 我见过7号纸 嗯 那么最近就是 前两天 就是因为这个消息 就是签订了新合约的消息 就炒上去 都是 上个星期三 是的 但是最高都只是9号纸 就是都上不了1元 就是说 其实1元的阻力位 是大到不得了 那再加上 其实 这些电讯股的话 其实其中一个很大的卖点 其实都不关于那些 增长前景的事 那其实都是看它们的食律为主 但是你看看铁塔 其实只有三厘 那你看看同业那些 941啊 中电讯那些 但它们和941那些是同业吗 我觉得不同的 就是都在这个板块里面 但是 是的 一来还有少许分别 那不如 为什么 大家的取态就是 那我为什么不选回941 9厘式 嗯 好 那我说一下 那些大行 或者市场分析员 他们的分析方向 那我听完Kelvin的理解 我觉得Kelvin 比较像Mondatone Mondatone就说 中国铁塔之所以上个星期 三可以急升一乘三 其实是因为 那个三大电信商 签了的协议是公布了 那那个收费 有一个温和的下降 其实叫做升国市场的预期 那而且一般来说 你无论那个消息出来是坏还是好 它出了 就叫做陈埃乐定 是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 不明朗的因素少了很多 所以都增加了这个股价 那因为所谓那个 不明朗的阴霸 叫做消除了 那而且它 因为有一些很实拿实指的数据 真的走了出来 那所以叫做 也都令到大家可以看清楚了 公司的财务的状况 或者财务的预期 那个能见度 偏高的变了 是 因为阴霸 阴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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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去 就是能见度变高的 OK 所以都可以令到这个股价 有一个短暂的升幅 但是呢 跟Kelvin提出的那个问题 一致呢 就是那个股息收益率是疲軟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大家会觉得它未必有吸引 那再加 未来的经济环境 都是不明朗的嘛 就是你明朗了 只有你签了那个合同而已 但是整个经济环境是如何是不明朗的 所以公司业务是有这个放慢的可能性的 而富税呢 富税就可能偏向乐观一点 就是如果跟Moran大通和Kelvin对比的话 就说呢 其实现在呢 那些电讯公司呢 应该这么说 它都有一个觉得不明朗的地方 就是它就觉得呢 现在那些电讯公司呢 它们的资本支出 和盈利压力都已经是偏低的情况之下 它们跟中国铁塔谈出来的 新的五年租约 依然都不是特别有利的中国铁塔 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条款谈回来 都仍然不是超级预期的 那就预计在明年 那个实际条款会导致 每一座塔 平均的收入会降到一百分之三点 嗯 就是说就说 虽然未来前景 那就是那个五尊的网络会继续放张下去 其实这个前景一直都在的时候 就是大家看到 铁塔的走势是这么差的话 其实 你看到那些大行呢 预期它的目标价 就是通常我们就经常都说 那些大行目标价 就是预期到一个很 比意所思的地步 嗯 整成一倍 但是你看看 其实都是一个零二 就是目标价一个零二左右 那你见到其实 就是那个预计升幅是这么窄的时候 那你买下去的性价比都不变成 就是那个回报 就是 还有多数的买电信股 其实都是看过 就是想赚的预期 高息和收益率 那你真的 就是选择实在 比它好的实际有太多 再加上 来附近 譬如 大家可能会集中火力炒 复尚概念 嗯 那你这些板块本身都已经不是焦点那里 那再加上 整个行业板块来说 它又不是首选 嗯 那这几样东西加起来的话 就变成了 铁塔的预期的憧憬就很小了 因为好像我刚才所说 有些大行 那个 看法偏乐观 其实他们的乐观 也不是就是压乐观 例如他们的乐观 也是会说 因为铁塔 他们的业务 不可能有一个崩盘情况 而且它又不是很靠外在的需求 就是它主要都是内需为主 所以外围环境对它的影响就不大 再加这个5G的实现 就是那个落实 或者那个普及度 是还有空间 就是很多潜在的空间去发展 那么这些会是可以理好它的表现的一些因素 但是其实它看回它之前的表现 就是说外围因素不太影响它 但是它的抗跌力也不好 是的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 它的业务是一定有需求的 但是你也会听到 其实同时也有很多负面的因素 可能会影响到 未来的业务发展 或者股价的表现 那么我们今天关于铁塔的分享 就到这里先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